女權分子去左邊 左邊 左邊 女權分子去右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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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左邊 去左邊 去右邊 去右邊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想說一下這個問題 叫做女權分子去左邊 嘩 這個問題真是博大精深 我常常在性侵的案件或者一些關於女性的議題的一些網上的留言板 會見到很多網民很喜歡說女權分子去左邊 其實什麼叫女權分子去左邊 是不是意思你看到有一個自稱女權的人士出了一個post 就叫她到了 你看不到你就說 嗯 去左邊 意思是一個關注女權運動的人士如果去關注一件事不關注另一件事 他就是叫做偽善 他就是不稱職的女權分子 最吊詭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任何情況下 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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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用這個邏輯的 因為為什麼 假設我今天關注了一件性侵案件 你又可以拿另一件性侵案件出來說女權分子去左邊 假設我今天關注另一件性侵案件 你又可以拿一個無與偉暴的案件出來說女權分子去左邊 假設我今天關注一個無與偉暴的案件 你又可以說另一件無與偉暴的案件出來說女權分子去左邊 假設我今天關注這一件無與偉暴的案件 你又可以拿另一個偉暴被偉暴出來說女權分子去左邊 假設我今天全香港每一天發生一百萬個女性的議題 我都全部關注了關注了關注了出現了簽到了簽到了 你都可以說為什麼你不關注印度的女權 為什麼你不關注亞馬來西亞的女權 為什麼你不關注美國的女權 為什麼你不關注不極的女權 女權分子去左邊的這個偉命題是萬能的 你是想證明一個人或者一班的人士 她做不到事或者她是雙重標準或者whatever 然後你就隨便說一件事問人去左邊 問人為什麼沒有人發聲 首先你其實你是不肯定是不是真的沒有人發聲的 你不讓其實有些女性團體被背後處理這件事 你不讓其實有一個你不認識的女權分子 在她自己的圍內的圈子裡面去處理著去討論著這件事 只不過是你自己看不到 你就說女權分子去了哪裡 在說到好像很有道理這樣圍爐取亂 其實是很無謂很低能 以性暴力為例 現在不是說抽一單性暴力出來說我關注我譴責 那就叫做關注了 其實很多女權分子他們做的事 是例如什麼 一些的社區中心裡面 提供一些的法律支援 情緒支援給一些性侵的人士 不是說浸知道了這單案件 我關注我譴責 那就是的 或者是提供一些什麼 一些實際的支援 或者一些意識形態上 強姦不是受害人的錯 是強姦犯的錯 我們應該要教別人不要強姦 也應該要不要譴責受害人 等更加多人願意勇敢站出來 舉報性侵的案件 這一類意識形態上的教育 而不是每一單案都走出來說我譴責我譴責 逐單逐單這樣去看 才叫做是一個稱職的女權分子 還有 其實大家 是不是不知道什麼是叫女權 我發覺很多人 她是把所有女人說的東西 她都當作是女權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女人說 寶寶其實我是女人來的 我是女人 你應該要請我的 你應該要養我的 我不需要付出任何東西 她覺得這是一個女人說的東西 所以她是女權 另外有一個可能真的女性主義 其實我覺得女人也可以自強 女人的制度應該要給我們有教育 我們要自己搞定自己 不應該依賴男人 你又覺得這個人是女權 然後你就把這兩個contradict的一些意念 放在一起 就說 你女權自助餐 你講一套 做一套 你互自相矛盾 等等等等 阿哥 不是女人說話 就叫女權 如果不是 街市過 阿嬸說買一棵蔥 便宜給你 送一棵蔥給你 都是叫女權 是不是 另外 其實你們知不知道 女性主義 不是一件事 不是一件事 它裡面 都分開很多不同的派系 我現在當然不是說有不同的派系 等於他們就是女權自助餐 自我矛盾那些 因為你選了一個派系 或者你相信某個派系之後 你是會跟著那個派系的邏輯 而是一樣的 只不過你跟那個派系不一樣 你不是兩個在這裡跳來跳去在這裡選擇 而令到你有女權自助餐的成份 例如有些什麼派系 自由主義 女性主義 那就是說女人要有生存權 投票權 工作權 那些社會的性別定型 例如男剛強女溫柔 然後就覺得要消除這些性別定型 可能透過立法 或者透過教育 就可能達至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意思 他們的意思是什麼 男做到的事情 女都可以做到的 如果你提供適當的機會 教育等等 令到有這些什麼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可能就會覺得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就忽略了整個負權的制度 和這個資本主義的制度 對於女性的壓迫 提到一個 不是在那邊說 女性要有一個選擇權 這邊就是說 不只是選擇權這麼簡單 要整個制度有所改變 是制度的問題 等等 也有這個基進女性主義 基進女性主義 反而就會比較著重 男女本身身體上的差異 所以就不會說著重 一定要男女看齊 因為男女看齊 可能反而是對女性壓迫了 也會覺得 男性就是壓迫女性的根源 在這個負權的制度下 他們就無可避免地 成為一個壓迫別人的階級 女性就變成一個受壓迫的階級 基進女性主義 就是覺得 要消除整個負權制度 推翻制度 也有這些後現代的主義 一些比較新興的主義 就會覺得 其實我們不是要找哪個人去壓迫女性 而是要想一下實際改進什麼 很多很多很多的派別 當你問這個女性主義去哪裏 女權分子去哪裏 其實你是說哪個女權分子去哪裏 而且你又怎知道它真的不存在呢 其實你對這個女性主義或者女權分子 在一無所知的時候 其實你說這些其實是很無謂的 還有有些人很喜歡 他聽到一隻字 之後他就覺得自己知道為什麼 然後到處去 他用這個字去罵人 例如什麼呢 例如一個 物化女性 objectify 一個女人 喂 那些人說我是女權分子 其實我自己都未搞清楚自己 屬於哪個派別 是不是 這樣 我覺得我不是重點 我是不是女權分子 但Anyway 那些人說我是女權分子 那女權分子就是反對物化女性 其實都不是個個都是反對的 那女權分子反對物化女性 那我物化我自己 因為我當我自己是一個object 拿出來這樣在賣 那所以呢 我就是女權自助餐 其實首先你知不知道我物化女性是為什麼 不是說擺你自己這個人出來 就是叫物化女性 要不然你如果這樣就是物化女性 你寫個CV 你也是物化女性 你無緣無故把你一個人 好好的好的變成一些grade 做什麼 變成一些工作經驗做什麼 你怎樣都是物化女性 你出街都是物化女性的 你為什麼要當自己的公仔這樣打扮 物化女性本身的意思 不是說你拿自己出來賣 就是物化女性 而是說你抽離了那個女性的經驗 去用你一個外在的角度去看她 加諸於她 譬如現在有一個女性 她是一個研究生 來的 她在台上發表一個關於癌症的研究 那她在說 你就在說 怎樣啊 懂不懂得扭幾下屁股來看 嘩 嘩 好美啊 你也是不想做這些事的 不如回去嫁人算 其實你這樣的身材 不如去跳舞 還好 賺得多錢 研究什麼 這些就是 你不當她是她的人去看待 抽離她的經歷 抽離她的感受 抽離她想要的東西 而她將你自己的角度去加諸於她 這些就是物化女性 如果我的女性 例如我 我自己是很有感受 我自己當自己人的 我喜歡出來這樣 收手籠枝也好 怎樣都好 我沒得物化我自己的 你明白嗎 我怎樣物化我自己 我自己是 顧及到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顧及到我自己的經歷 物化是說 人家去忽略那個女人的感受 才要物化 什麼叫物化自己 你們都很濕昂的 所以呢 你們不要經常都在說 女權分子去了哪裡 為什麼她又不出聲 什麼什麼什麼 喂大哥 你的水平很低 看到我 真的 腦子就是 覺得生癌症 大哥 你找些實在一點 找些實在一點 他們出現問題的東西說 什麼東西去了哪裡 還有那些條件 不要關掉一點 就在這裏 周圍在這裏 用這個條件 說物化什麼什麼 那些 很低能啊 看到覺得 雖然也不對網民 有什麼期望的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 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 youtube follow我ig follow我patreon follow我facebook 如果不喜歡 都是subscribe我 follow我ig follow我patreon follow我facebook 還有跟那些會問那些女權分子 去哪些人呢 傳這段影片給他們看 spread hate 讓他們看多些 順便幫我宣傳 好啦 謝謝你們 下次再見 拜拜